儿童既是现在 亦是未来的主人翁 作为家庭和社会的一份子 他们都应被赋予儿童应有的基本权利 可以安心成长 守护儿童 Chall Safeguarding 是指每个人肩负起 保护儿童的使命和责任 攀手建立一个安全关爱的环境 让儿童远离危险 预防受到伤害 健康成长 国际培育会作为国际儿童的慈善机构 80多年来与儿童同行 致力实践联合国儿童权利攻略中的儿童权利 保护儿童免受虐待及剝削 我们以此作为工作原则 透过实证研究 为机构提供守护儿童相关的培训及顾问服务 改善保护儿童机制 让儿童得到全方位的保护 国际培育会自力推动 与儿童有接触的机构 老师 社工 教练 儿童照顾者等 担当保护儿童的先行者 对每间机构来说 守护儿童政策不单只是一个内部政策 还是一个对外公开的承诺 守护儿童政策涵盖四个方面 包括政策、人员及文化、程序和问责 目标是透过清晰的标准 程序和汇报流程 将儿童受伤害的机会及风险减到最低 确保机构达至儿童安全友善 以至员工、工作伙伴和义工都可以和儿童在安全的环境下互动 长远来说 更加是有助提升企业形象 国际陪友会是守护儿童的先锋 在很多年前 我们英国总部 以至全球各分会 都已经根据国际标准定立了守护儿童政策 并严格遵守 我们不单只着眼于预防机构员工和相关人士 在工作当中对儿童可能构成的伤害 亦将机构的日常运作、环境以及举办的活动等等 都涵盖在具体的政策执行当中 务求令到儿童受伤害的机会减到最低 凭值国际陪友会当年守护儿童的经验和专业 开展了守护儿童政策顾问服务 由守护儿童顾问协作不同的机构制定守护儿童措施 为机构注入关注儿童安全及福祉的文化 因应每间机构的运作和需要都不一样 我们的守护儿童顾问 会协助你度身制定、设合你机构需要的政策 服务范围广泛而全面 我们陆续为不同的机构举办守护儿童培训及工作坊 社会企业黑暗中对话香港基金会是其中之一 黑暗中对话过去十年 其实都已经服务超过40万人士的小朋友 我们有机会接触到不同年龄层的小朋友 所以我们很想透过去设立一套我们机构的守护儿童政策 和我们的员工、我们的合作伙伴 甚至我们的义工和我们合作的时候 他们都要关注到守护儿童的重要性 我也是一个妈妈 一直以来都知道怎样叫外护儿童、保护儿童 即是很新的一个字眼、守护 我们应该是做很多事前准备 可以去守护到他们 不需要他们试了受伤才知道懂得保护他们 在推动守护儿童政策的过程 我们看到很多和我们一样关心儿童的有心机构 期望可以有一套更完善的规范 让与儿童工作有关的行业有所依存 共同为儿童建立一个安全网 我觉得香港已经是一个非常发达的公民社会 不过在守护儿童政策上似乎大家忽略了 我认为香港的团体很需要正视守护儿童政策 也有一个非常发达的重要性 低端上伤的项目 比较多是针对青年 儿童的项目可能佔我们不是最大部分 但是不是因为它多还是少 而是因为我们重视这件事就做了 我们作为教育工作者当然很希望 整个机构文化里面 都会有守护儿童的元素当中 也都让他们是一个 无论家长和小孩都可以很放心 很有安全感的状况之后去成长 他们的心就可以很专注去学习 去学习其他的东西 而不是去专注去望紧 这个人会不会有机会伤害到我呢 从认识守护儿童的概念开始 到政策的制定和落实 每一步都不容易 在培诱会的协助下 这些机构得以将他们 深信的理念付诸实行 要制定的范围是什么呢 另外就考虑到一些法例 这方面我们实在又不是很熟悉 PAN就帮了我们很多了 在我们的草意上 提供一些修改的意见 这些很实际的意见 都对我们很有幫助 一所具有前瞻性的机构 应该采取一切合理的措施 确保机构运作和环境 对儿童友善和安全 完善的守护儿童政策 能够帮助你履行机构的道德和法律责任 一种儿童受伤害甚至虐待的案件都嫌多 预防胜于治疗 让我们由政策做起 共同在自己的崗位上 为儿童营造一个安全的环境 守护儿童成就他们的未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